金山区六谷里关怀据点在四个月前是来了一群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健康照顾社会工作系的学生 每周一次带着长辈运动 27号学生的最后一天是来到据点活动 理事长也帮他们举办了结业式 四个月前金山区六谷里有一群来自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大学生 透过市府社会局的媒合来为长辈们打活动关怀长辈 计划活动为期四个月 今天是结业式 学生们带来最后一次的手作DIY活动以及精彩的活动回顾 要来感谢长辈们四个月来的照顾与陪伴 首先先感谢六谷里的所有长辈们了 就是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就是希望阿公阿嬷身体健康 跟这些长辈们相处起来也是很开心的 对像真的相处起来就真的很像是跟自己的阿公阿嬷这样的相处起来 会啊因为毕竟你说这四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的 舍不得的一定是会有啊 现场的长辈们也都感受到最后一天这群学生们的陪伴 因此气氛也格外的文型热闹 老人家相当踊跃的参与活动制作纪念相框 还给大学生们一个拥抱 而长辈说平日里孩子孙子都不在身边 每周有这群学生的陪伴 真的就像自己孙女一样的亲切 让我们这些老的很快乐啊 来这里有人玩家多快乐多好呢你知道吗 不然我们在家也没人说话啊 年轻人去上班去啊 这样就让我们很快乐还好啊 那你们就帮你的孙子吗 对啊 跟你们我的女儿孙子 我刚才就说了 我都女儿孙子 如果没有女儿孙子 现在又有了 都叫阿嬷 大家都很清楚嘛 我们是属于偏乡地带 而立场也每周都来到据点中 陪伴长辈 带着长辈运动 今天的大学生结业是现场也特别准备了 感谢重要谢谢学生四个月来的陪伴 让长辈们有更多的关怀与学习 如此也让偏向的老人家走出户外 不会感到孤单 反而觉得收获满满 即将到平和金山采访报道